不可不知的八格臥房设计重点 臥房是让我们好好休息与放松的地方 也是一整天空间面待最久的地方之一 所以更需要好好的规划 才能享受其中 然后充分的休息 臥房看似只有休息 但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机能 像是更衣啊化妆啊盥洗 日常生活的环节 几乎都整合在这个臥房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整理过往的一些经验来告诉大家 我们要打造质感卧房的重点 第一点确认床的摆放位置 我们讲到厨房就要确认琉璃台的位置 讲到卧房就要确认床的位置 很少的卧房面没有放床 床放的位置就有一些重要的细节 要跟他讨论 文化上会觉得说 凉落压到床的话 对人的视觉感受不太舒服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闪开凉的位置的话 那我们就会用天花板的设计 去落化凉的视觉上面的压迫 确认格局如果有厕所的话 也要避免正好面对卧房里面的厕所 如果厕所的门没有关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湿气 或是一些上厕所不好闻的味道 就会直接对着你的床铺 那其实这个卫生啊 还有观感上都不太好 再来是说厕所一定会面对你的床铺的话 也不要打开正好就是一个马桶 那可能是一个洗手台 这比较适合 如果说房铺的位置 它没办法闪开厕所的这个开门的方向的话 那我们建议把这个门改成隐藏门的方式 让这个厕所的门跟墙壁能够整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是一整体的设计 如果我们在室友上看起来它就是一面墙 会比一道门来的更弱化它的这个存在感 另外我们也不建议说 卧房对外门打开就直接对到床铺的位置 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在床上休息的时候 你的家人知道打开门 那一瞬间就看到你在床上的这个位置会有点尴尬 我想不到的情况下会被吓到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调整 你买一些县城的屏风来做这个视觉上面的阻隔 或是说你可以放一些家具做一个遮挡 或是有些人会放一些门帘 进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门帘 要稍微遮挡一下 有些人真的会用这种方式 在既有的装修上面做一些强化 其实卧房床要放哪里 一开始就要决定 但还没有购买床 就已经要跟设计师沟通好 才会搭配相关的位置都可以确认清楚 或者是因应的方式 我们可以藉由设计的手法来弱化一些劣势 第二点床头背墙整体式设计 确认好的位置呢 后面那个区域通常都是一面白墙 那我们怎么来规划这部分呢 建议都是以简单设计为主 才能达到这个舒适放松的效果 在墙面上的这个设计 除了最基本的油漆 或是油漆跳色之外呢 其实也有一些褐色的壁纸 或是特殊涂料可以选择 而且依照不同的风格 我选择这个材料非常的多元 或是按照这个业主的喜好 可以选择玻璃的材质啊 或是金属啊镜面 都可以进行挑选 最常见的可能会选择木工贴皮啊 来进行这个造型床头版的设计 为空间带来温暖的感觉 那不论是深色或浅色的木皮呢 都很百搭 你能呈现出这个舒适感 如果这个单纯的木座背墙呢 可能不是你想要设计的 那也可以利用不规则的造型 让床头背板或是背墙设计成 你专属样貌床的背墙 可以做整体性的设计 像有些人会客制化那个风部 我如果说我今天要坐在床上阅读的时候 我靠着墙壁的时候 才不会说直接靠着冰冷的墙 对那当然这个风部的造型 像有好多种 灵格纹啊拱形的造型的 有很多种 我们之前有设计是延伸到天花板 可以延伸到照明啊 或是天花板的一些设计 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第三点 合适的空调摆放位置 在卧房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确认 就是空调放在哪边 就是我们俗称的冷气啊 冷气的位置会影响到里面使用者的舒适度 出风口如果他对着你的头吹啊 对你的脚吹啊 其实都是一个蛮不舒适的感觉 对那如果我们要降低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 我们都建议把空调室内机的位置 放在你的床的长边的这样侧边 这样他不会直接对着你的头跟脚 有些人被冷风吹久了会头痛啊 甚至你可能在空调上面就要做一个遮挡板 让他绷不要直接只吹到你的头上 那就往上往下这样 其实有的很多智慧化的空调 他也可以调整他的 可以随着你空间的属性去调整 例如说把它导向吹向你的衣柜的位置 不要吹向你的床铺 那这也是个方法 然后再来是哦 我们刚才讲到室内机嘛 那就有室外机的位置 分离式冷气的室外机 我们建议不要放在你的床头这一侧的墙壁 因为室外机在运作的时候 都有些低频的震动 那如果说他在运作的时候 有些比较敏感的人 他就会觉得睡眠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用一些花篮 花篮是指那种不锈钢的白铁 然后做出一个方形的 像格杂式的一条一条 能够让你的室外机放在这个窗台 这样就比较不影响到你的床头的位置 由于卧房跟客餐厅相比之下 屏数一定是比较小 比较封闭啊 或者说摆放的家具也比较多 所以说装修室所用的材料就相当的重要 整体的柜体数量也要特别的注意 过量呢就会造成这空间里的这个装修复合率超窄 而且呢也建议在卧房刚装修的完成的时候 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 让这个装修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有害的一些气体 可以顺利排放到这个屋外 那木座或是定制的这个家具之外 你还是会添购一些床造组 或者是卧房里面有可能会有些小沙发 这些行天购的家具呢其实也会产生甲犬或是有害的一些气体 也建议说先打开这些柜体的门片或抽屉 让它这个通风换气 如果你要确定你的室内环境是否空气品质是健康的 建议你把你的这些柜体的门片抽屉都拉开之后 静置一个小时 包括对外窗都关闭起来 然后呢一小时之后用空气的检测仪器去做检测 一旦有超标的话就一目了然 这是最正确的做法 你要在一个最严苛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检测才会符合安全的指标 大多数人觉得我买了空气晶晶晶晶就直接放在卧房的一个角落 可能靠近你卧房里面一个垃圾桶旁边 或是你的租桌的下方 因为尽量不要挡到你的走道动线 很新的建议请你放在你的通风路径 例如说你的卧房有一个对外窗 或是说有一道门是通向走道 通常这个地方是属于通风换气的路径 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 我的这些新鲜空气进到室内的时候 一定要有过滤的效果 带到我们的人体 他才会经过一个有效的格局 如果今天我是放在我的室内空间的角落 那等于是空气先经过我们人 等于是我们人帮空气经济机过滤空气 那就没有过滤效果了 所以这个是放的位置很重要 来来来 这是一个分享室内装修知识的频道 如果你也是对装修有兴趣的朋友 请把这个频道订阅 连赞 分享出去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我们会制作更多实用又有帮助的影片 现在就继续本集的精彩内容 第五点 一空间尺度打造更衣空间 通常我们在帮客户在规划卧房的时候 大多数女主人都说 我要有一间专属的更衣室 可能受到追剧的影响 韩剧吧 对就是一些蛮厉害有钱的男主人都会说 来进去随便挑好多包包 对对对有个中道 对对然后那些什么手表还要放在那个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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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 然后领带啊 对对对 好就可能是受到这影响啦 是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更衣室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讲 你要先确认你的空间尺度 他的尺寸可不可以做 因为你要做个更衣室 如果他的空间不够大的话 使用上来讲也不够大器 而且可能也做不到你想要的机能 通常啦如果你是空间够大 还可以做到中导 中的就可以放一些配件 就萤幕了然很好挑选 或是说里面还可以搭配化妆台 等于是在里面就是一个打扮自己的天地 但是更衣室他有个最基本的尺寸 最少要有120公分的深度 包含衣柜他自己的深度至少要抓到60公斤 衣柜他要打开 如果往外开的话 就需要门片的一个宽度 那我们就等于是double出来 是等于就是120公分的深度 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子做起来 其实还不叫更衣室 他点多就是一个独立空间 有一个衣柜 所以真的要做到更衣室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去确认一下你的室内空间 到底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 硬要做可能 你还要牺牲掉一部分你卧房的空间 像我们一般衣柜都是长时间保持关闭 再加上如果你的衣柜 它本身没有做任何镂空 或是排气孔的话 那它里面的这个空气 它是密闭的 而且我们做完 假设你这些柜子 假设液散出来的浓度越高的时候 它就会沾附在你的衣物上面 然后你再穿上去最毒的情况下 那你皮肤就过敏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衣柜也好 更衣室也好 我们要把这个门片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里面再做通风换气 例如说用电风扇直吹 让里面的这空气能够倒出来 因为它里面旧空气嘛 新空气把旧空气吸湿掉 把它推擠出来 其实衣服啊 你很难保说 它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湿气 或是霉菌 那它就会一传二 二传四 越传越多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衣服拿出来 就怎么会有白白的一片 事实上你都没有穿过 有可能是落成啦 其实空气中 也有一些自然的菌丝嘛 不是说它有没有穿过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长保通风换气 才是使用衣柜的方法 衣柜里面会有衬衫 长外套裙子洋装 能根据男主人女主人的需求 来设定衣柜的宽度 以及高度跟长度 因为裙子也不希望它 吊起来之后就皱褶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需要 好好的来规划一下 每一格的空间 然后每个人的收纳量 来把不同的衣物 归纳在不同的格子里面 例如呢 像居家服啊 运动服啊 都可以适合折好 放到整版的收纳区 内衣裤啊或袜子 就可以放到抽屉为主 衣柜呢 整体的收纳也需要 考虑到大型的物件 例如有一些冬天的棉被啊 要换季的时候怎么更换 是不是就放在我们的这个 钓鱼区的上方 有一层40到50公分 一般来说我们的衣柜 大概做240 所以200公分以上的那个区域 就会来设计成棉被的收纳区 就像是一个叠柜的设计 位置上面再叠一个柜子 另外衣柜呢 想要看起来不找乱 除了做好收纳之外呢 活动家具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尽量不要选太高大的家具 不要超过你身高太多 造成这视觉感的压迫 使用上你要拿一些梯子来做辅助 有时候不小心碰到或撞到 容易倾倒撞伤人 或是撞伤小朋友这样 我们在卧房里面要营造 舒适的氛围 照明设计就很重要 要看你在卧房里面 有哪些不用需求 例如说工作啊游戏啊 或睡觉为主啊 都可以配合不同的照明设计 如果说有需要阅读工作的话 我们就建议是选择白光为主 现在其实 N剧都很发达 可以做到调节色温的功能 用个遥控器就可以调整主灯啊 间接照明的这个色温 尽量灯光控制在 不要不舒服的感觉啦 例如有些光线 看书的时候它会反射 会有炫光的问题 现在其实也有一些 灯具主打说阅读的过程当中 很舒适 不会炫光 刚刚有提到间接照明 间接照明其实就是在 我们的天花板的设计上面 做了一些造型 让我们的灯光不会直接被看到 它是透过墙壁的反射 再投射到你的眼睛 效果会比较柔和 间接照明照度不够强 但是你有阅读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建议在床的两侧 加装闭灯 那这个闭灯要选择 是有指向性的效果 它可以选择转向 让照射的范围 可以想象搭飞机的时候 不是有阅读灯吗 灯直接照射在你阅读的书本上面 效果就会比较好 那就我也不用做到整个房间通亮 减少一些灯具的使用啦 不要用那么多电 除了间接照明之外 那我们是不是有直接照明 像是砍灯啊 那这个砍灯的设计 位置呢 尽量要避开这个床头 你的眼睛的正上方 可能都不要有床头灯 最好的案例 其实都可以去饭店 住饭店的时候 就是营造一个舒适 休息的空间 灯都在床的四周 还有走道 或是走廊的地方 会配置灯 提供给大家参考 卧房因为是休息的空间嘛 所以会建议要有一定的隔音功能啦 对于睡眠的品质 才有有效的这个帮助 基本上一般隔间墙 就有良好的这个隔音效果 除非像是有一些特殊的规划 会把两个房间的墙打掉 做成双向衣柜 或是双面柜 才会说有这个隔音的困难 那这个都要提前跟设计师沟通好 避免说影响到 这两个空间的这个睡眠品质 那另外呢窗帘可以选择降低噪音功能的 以及呢为了避免太阳照射进来 可以选择一杀加上一步 来增强卧房的隐私性 也可以减少睡眠时窗外强烈的光线的干扰 其实我觉得卧房的隔音效果 其实是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是什么 就是假设今天家里面有个年轻的小孩子 还有父母亲 客厅跟卧房一定会有联动关系的话 那我就把卧房 小孩子的房间靠近客厅嘛 小孩子比较不怕吵 父母亲就放在比较靠近里面的位置 这样方式会比 你去把隔间隔音效果来的更有直接的效果 因为小孩子可能他是作息 可能11 12点都还没睡觉 那可能老一辈的 可能已经10点就要上床休息 这样就可以做到隔音有效的区隔 比做隔音来的更直接 而且还可以省掉一笔装修预算 那另外隔音的部分呢 是不是只能防止我们的噪音去影响到他人 是不是我可以加装什么样的天花板 避免说楼上影响到我 其实效果都很有限 假设我是要避免别人影响我 不管是我们提到的漏水或是噪音 其实我们能够做的都很有限 我今天要做一个保温杯 我要让人家别让人想到我 我就要做一个隔热层 我要减少别人对我的噪音响 我就要做个隔音层 那事实上你都要适时的 让你的天花板浪出一个空间 一个高度 这高度就是来做隔音用的 可能也要看你的居家的这个高度够不够 如果今天你就是一般的中古屋 它可能就有200多公分 那你又做一个隔音层 那就会压迫到你的使用的这个视觉上面的感受 而且效果还是有限的 好了 这就是本集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有任何装修需求 或疑难杂症 可以扫描目前影片中的QR Code 或是点选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就可以联系到我们进一步咨询喔 想看更多有关装修知识的内容 可以观看我们推荐的这些影片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